各位也是一樣先把二類的第210 這邊有210 它叫紅螞蟻 OK按確定 那一樣會在C的底下 建立一個這個檔案 叫Word02 裡面會有一個檔案先把它打開來好了 那一樣會有一個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就是項目符號 我們要把一個點 一個點把它變成一個紅螞蟻的圖示 OK那裡面的話 這個題目要求有哪一些動作要做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前面部分我想都一樣 不過各位可以看一下比較特殊這個 這一題呢 它把它歸為難 也就是說 要一次就做到 滿分的這個機會其實是蠻低的 因為這裡是把它設定 如果你這一題可以一次就可以 一次到位失分的話 那算是你厲害 我看有沒有同學可以這樣做 那再來考試的時候 其中考試我想 我們就是從 一類裡面 出一題 然後也是用電腦 評分 如果你練習的時候可以 滿分的話 你考試的時候你要能夠做到 一模一樣的 你才能辦法讓它滿分 那其實我發現大部分同學 平常練習都沒問題 因為我做過一次給你們看 你都知道 可是考試的時候 我不會做一次給你看 所以很多同學 就想半天 不熟嘛 因為你沒有 去 常用常練習 所以要考試 很順利通過就是要練習 不斷不斷練習 那其實我的感覺 那其實我的感覺是說 要熟悉一個軟體 真的要花時間 去用它 要去實作 反覆去練習 一下就熟了 另外呢 你要找 找機會去用它 用在什麼地方上 我想你們 應該蠻多機會的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底下的話 有哪些動作要做 那主要呢 會有 五個題目 一到五 第一個的話 他說將深藍色的段落 項目符號 關鍵在項目符號 而且是深藍色的 這個點改為什麼 改為這個圖 那這個圖我剛剛有講過 就是在那個 NS.CSF 的那個資料夾裡面 這個資料夾裡面 他幫我有一個 放一個圖 這個圖就是一個 紅螞蟻的一個 的一個 圖 大小為14pt 這個做法 在前面好像有做過 就是要先把圖式更改為 紅螞蟻 再去更改他的項目符號的大小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將什麼呢 這個符號 有沒有 改為什麼 改為這個符號 定位符號 然後呢 再來就是更改他的定位點 停住的位置分別有兩個 一個是 12字元 一個是28字元 然後呢 都 置中對齊 關鍵在置中 OK 好那我們先把這兩題先做完好了 首先的話 各位 開啟這個檔案之後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我把這個 畫面稍微放大一下 在右下角有那個放大 你把它稍微放大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紅色的這個段 項目符號 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 遇先 把這個範圍 你可以把這個範圍 選取起來 或者是 你看 點這邊一下 點一下 之後的話 然後呢 再到什麼 上方有一個 項目符號 編號 這邊 這個小鍵頭 點一下 然後呢 定義新的項目符號 之後的話 找到圖片 因為呢 我們的圖片在外面 所以用匯錄的方式 去找到那個 C點底下的 這個 NS 是 字幕志愿者